刚刚的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新增规则 除了说可以从什么呢 只包含这个下列的词 等于等于合格不合格之外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使用公司来决定 要不要格式化哪一些出身格 如果你用这个来做的话 这个其实弹性会比较大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以这边当成是 我判断条件的依据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我这边当这边的成绩 如果大于等于80分的话 那我就格式化 不过特别说 这边可能会稍微比较麻 比较困难一些些 但是它的弹性比较大 也就是它可以不要是自己本身的资料 可以是从别的栏位取得你要判断的依据 那只是说它下的公式 可能稍微比较麻烦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格式化必须什么 你就要跟他讲说 当什么呢 当的话就先等于那个 等于打一个等号 当什么呢 当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你跟他讲说 当这个12这个储存格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你就帮我把它怎么样呢 格式化成什么呢 格式化成一个这个绿色的 是OK 按确定 也就是这边使用公司来决定 然后呢你这边可以当这个储存格 那你讲说这边这么多储存格 那为什么只要一个12 特别说这个12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你要判断的第一个储存格位置 那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按照你现在选取范围 假设有这么多格 它会自动帮你往下 也就是自动帮你往下去找其他的储存格 如果你选了6个它就会跑6次 也就是这个是第一个 跑6次所以跑到这边停下来 OK 它逻辑大概是这样 所以特别注意 是前面这个等于把它解释 当这个储存格 它是大于等于80的时候 那就帮我把我选取的范围的格式 改成绿色的 如果不是就不要格式 所以你会按大于按确定 你会办案这个结果一不一样 按确定结果一样 而且更有弹性 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可是你如果习惯的话 这里面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红色的话怎么办呢 一样再新增一个规则 一样使用公式来决定 一样当这个储存格 这个第一个储存格是12这个储存格 如果什么呢 它是小于 小于60的话 那就帮我把格式变成红色的字 OK 然后呢 所以其实用这个也可以用这个也可以 只是用这个它的弹性会比较大 因为以后呢 你的那个工作里很多地方 用上面这几个都不行 只有用这个可以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的 但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好理解 按确定之后的话 小于60就帮我格式化 我选举的范围 有点不太好理解